我想各位应该对他比较陌生 所以像昨天各位做完的结果 如果你要把它带走的话 我建议就是说你可以了解一下你自己的工作区在哪里 那所谓工作区 你一开始起Clivers 他就会跳出一个请选的工作区的那个画面 那那个工作区就是将来我们专案都会放在这个工作区里面 那他的形式就是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里面呢 一个专案他也会在工作区里面再建立一个资料夹 所以我是把它放在像我自己是随随硬碟 我是放在我的追谍里面 那我追谍里面我在追谍里面我有放一个目录 比如说叫我Enjoy底线TQC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目录 那将来如果说呢我回到家 或者是说我下一次来到这边要继续开启的话 我只要指向这个工作区 那他就会帮我把昨天的部分呢给开起来 给开起来 那这部分按确定就好了 或者是说呢 假如你原来是放在C碟 你也可以把它复制到的随身碟 下一次要开就直接到那个你的随身碟去开 所以关键就是在这个工作区的部分 工作区部分 可是工作区 这个地方按确定以后的话 那会有一些错误产生 这个错误产生的问题就是说 他会重新再切换那个工作区 不过切换工作区之后的话呢 会需要做一些些的设定 当然工作区你可以有很多的工作区 你有很多不一样类型的这个专案 你可以把它放在不同的工作区做区别 那他会重新再把工作区载入 那载入之后呢 同样的他会询问我们一些问题 这个部分最容易发生的就是几个部分 最容易因为重新载入的时候呢 一定他会不知道说你这一台电脑里面的那个 Android SDK的路径 所以Android SDK的路径要告诉他 不然的话呢 就会看到专案里面的全部都是XX 都是红色的XX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会先去check一下到底这里面呢 你的路径对不对 如果路径正确了 而且呢 这个路径里面呢 比如说我们110打开来 里面呢会需要用到那个Android SDK 2.1 那他会去check说你这个Eclipse里面 有没有对应到需要的Android的那个2.1的那个 那个SDK的那个版本 那如果没有的话 他就会一直是XX的状态 那当然呢 如果说呢 你这地方呢 他会去check一下 那里面的话呢 除了说Android之外 他也会去检查 那个JDK的部分 JDK 就是有我们开发里面呢 最早一定会先安装一个JDK 就Java的那个 开发的那个JDK 然后呢 还有Android SDK 那如果这两个版本 他不正确的话 那就会一直是XX 各位可以看到下方这边 他就一直在check 在check 所以这个有时候 low会low蛮久的 那我刚开始跟各位讲说 我说 我说 我说